要是以前也有人告訴我這些就好了 大人們不要覺得小孩還小不懂事 不知道怎麼教小孩 大家好 我是狐狸先生 您現在收看的是 今晚來我說 看影片聽說書 影片最後有贈書抽獎活動唷 請務必要看到最後唷 你知道台灣除了已是亞洲第一個 婚姻平權的國家外 還有什麼是亞洲第一呢 台灣第一 病人自主權立法於2019年1月6日實施 讓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立法保障病人醫療決定權的國家 台灣在2015年全球臨終病人死亡品質評比中 在亞太地區排名第三 全球排名第六 2019年病主法實施 目前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並行 但病主法對病人自主權的保障又更加完整 不僅適用對象擴大 能夠拒絕的醫療範圍也更廣優 今天要推薦大家四步 讓小朋友也能夠理解死亡的作品 書的開頭由醫生疑似旅行社社長 庫魯先生開了一場旅途的行前說明會 並從玉立醫療決定開始談起 先前談到台灣實施的病人自主權力法 就是以病人為主體 讓他們有優先擁有對病情的知情權與醫療的決定權 怎麼樣的情況可以使用病人自主權力法呢? 墨疾病人、不可逆轉至昏迷、永久職務人、極重度失智 以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重大疾病 病主法的使用可是非常謹慎的喔 他必須要由兩位具相關專科醫師資格之醫師確診 並經緩和醫療團隊至少兩次的照會確認 而且病主法簽署必須要年滿20歲 心智健全而且是醫事親屬的情況下簽署的喔 親屬是無法隨意更改你的決定 在簽署前呢也必須要帶上兩位見證人 以及醫療委任代理人 代理人與見證人除了本身是法定繼承人之外 不可以是因為你的死亡而可以獲得好處者 關於預定醫療的法規也不得不提到 在病主法出現之前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安寧醫療呢並不是放棄醫療 而是盡可能的降低病人的不適 讓其有尊嚴、安樂、活到最後一刻 本書呢用非常可愛的插畫來解釋醫療議題 並且提到了哪些器官可以捐贈 以及台灣多元的葬禮文化 以及殯葬自主的議題喔 在試的時候 就可以自行選擇後世的辦理方法喔 提到葬禮文化 這邊可以再推薦幾部作品 所以可以看到電影裡面 墨西哥、節慶、亡靈節 以及他們地區的宗教儀式 或是他們的生死觀 也可以讓小朋友理解 為什麼我們要祭拜祖先 當然我們不是要大家 使命祭祖已故親人 而是透過祭拜 讓生者也能夠在儀式中 懷念自己的親人喔 有人說 葬禮都是為了生者舉辦的 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吧 當然可能會覺得 小孩還是小 不需要他們去親人的葬禮吧 但對於小孩子來說 他們也需要能夠以自己的方式去送別親愛的人喔 這本書的故事中 小朋友他們自己就成立了一個小小的葬禮社 他們在山林間為去世的小動物安排了葬禮 為他們花坟墓 為他們獻花 為他們念詩 為他們流淚 大家可以回想看自己小時候 是不是也有把公園裡去世的小動物埋葬起來 或是為他們流一點淚呢 原本是一個小孩子的遊戲 結果最後變成了 能夠逐漸引起對死掉動物產生的同理及愛調的心情 以及理解整個儀式背後的一些內涵 不哭不哭眼淚是珍珠 在一生一次旅遊指南這本書中 談到了許多面對情緒的狀況 喪心失落情緒引起的各種反應 我們的心情會經歷震驚麻木期 即興悲傷期 復原重組期 但也會有另外種人的情緒 像鐘擺一樣 失落期與復原期是並存的 不同人不同年齡 其實在面對失落時 產生的情緒反應也不同 而且不是小孩子就不懂死亡喔 小朋友也是有感覺的啊 這裡讓我來推薦這本同書繪本 透過孫子在爺爺的床下 發現一本爺爺生前寫的天堂筆記本 讓孩子可以理解爺爺的離開 現在就像為自己安排了一場 死後必做的一百件事 原來是天堂版的白日夢夢險王啊 這樣有創意又可愛的繪本 讓孩子可以撿起傷痛 撫慰害怕失去的心靈 最後在理解自己的情緒後 從情緒的出發到行動的展現 讓自己走出喪親的傷痛 而對於正處於失落情緒的朋友 不要給予尷尬的安慰啊 但也不要因為害怕尷尬 而與當事人疏遠喔 我們可以給予陪伴 但不需要多做評論 如何與小孩子談論死亡呢? 我們可以從自然的景物 或是今天介紹的這幾本繪本 以及動畫來談喔 今天推薦的作品 都非常值得推薦給親自動讀 讓小孩能夠初步理解 生死所消滅的狀況 不要是以前也有人告訴我這些就好了 大人們不要覺得小孩還小不懂事 不知道怎麼教小孩 我們不要必談死亡 而是依據視靈提供不同 面對死亡的方法喔 影片看到最後的朋友 感謝你們的收看 你是不是也覺得 學會失去與生死問題 在小時候都沒有人教你呢? 現在只要在下方留言 分享 那個啟蒙尼 學會面對死亡的繪本 圖文書或是哪個電影或動畫 我們將在留言區呢 抽出三位觀眾 贈送這本 一生一次旅遊指南唷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 並且分享這部影片 也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無敵今天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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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